皇上 当真是雪定妃 能确定吗 是解清飞鸽传讯回京 陈寅亲帝的辙子 该是可信的 等他们回京之后 朕再仔细问询一番便可 当年她为了救朕 挺身而出 算是大前的忠臣 想不到他大难不死 此番还意外被谢卿寻回 还立了平乱的大功 朕应该封赏他才是啊 圣上是这样想的 圣上当年年纪尚小 但是也到了济世的年纪 难道圣上朕都亡了 薛定妃是为何心甘情愿赴死的吗 我儿是君 她是臣 臣为君 天经地义 就凭尊卑有别 贵贱不等 娘亲 别怕 我愿带太子殿下前去 臣 愿带君 那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他那时候年纪还小 再说了 纵使其中有什么误会 他不还是答应去了吗 朕对于他 终还是有些亏欠哪 生上糊涂 薛定妃 在挽留王多年 他可是能从平南王的手下 得以幸存之人 这样的心性 还是二十年前 那个无知小儿吗 就算当日之事已成过去 就算当日之事已成过去 那烟敏深死 严加流放 圣上认为他该怎么想呢 圣上认为他该怎么想呢 可他毕竟是三百中魂中 唯一幸存之人 朕 朝臣和天下都看在眼里 朕必须得给这件事一个交代 秦贵妃如今身子重了 朕答应了要去看看她 母后的意思朕明白 至于薛定妃究竟如何处置 还是等谢少师他们回来之后 问问再说吧